好,各位同学,那我们呢,刚才已经教怎么样把它install进去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先来看,怎么样对于AutoView做一个基本的操作 然后首先呢,我们要来确定,有没有把它安装进去 我们来看这里有个档案,对不对?有个档案,档案,这里有个档案 档案,我先拉高一下,因为很长 你让档案按下去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指令码 有没有,指令码,你看有一个,哇,通通出来了,有没有 基本上呢,通通出来了,很多,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我们按AutoView呢,它就跑出来了 我们就会开始可以进行操作 但在进入AutoView之前呢,我们有几个小动作先做一下 比方说各位可以看到,你要先做两个资料夹 第一个叫做什么,我做两个资料夹 我已经把照片,我要的照片都放到这个资料夹 然后还有第二个资料夹,这个第二个资料夹 我称为02,对不对?这个资料夹就是我们做完之后 因为这个Flash一定会形成一个资料夹的档案 我们要把所有档案通通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说要开一个放照片的资料夹 然后再开一个等一下要让它把档案存进去的资料夹 然后这个是我们照片的资料夹 各位可以看到,我已经把所有的照片全部存在这边了 然后要干嘛,要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你学起来比较好 我们来做一个基本动作 来看看这个照片呢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调整跟处理的 需要调整跟处理的 比方们来看 这个资料夹抓进来 看起来OK,正常,没事 就把它关起来,对不对? 然后这个资料夹呢,拉进来 对不对? 怎么会歪掉了?对 斜过来的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有时候Photoshop它会自动判断就把照片斜过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先大概看看 每一张每一张都看 那这个斜过来,我们就把它转过来 对不对? 在那一个影像,有没有? 有一个影像什么?旋转 有一个影像旋转,对不对? 然后这个看起来像应该是逆时针90度,对不对? 嘿,果然逆时针90度就OK了 然后把它存档案 把它储存档案 OK,给它存回去 基本上给它存回去就OK了,再把它关掉 好,然后呢 我们大概一张一张 一张一张拉过来检查 那如果检查完毕之后都OK 你也想要OK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里 这一个就是我们储存照片的档案 的资料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进入了 可以开始来进入了 我们来看这里一个档案 对不对? 开始来找 对不对? 我们刚才档案 指令码 AutoView 带出来 有没有 基本上它就会跑出来 看起来真的很简单 对不对? 第一个input 就是要放进去照片的资料夹 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 我开一个资料夹 放这一个东西 对不对? 有开一个资料夹 那我是放在桌面 对不对? 放在桌面呢 我有一个叫做AutoView 01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我里面有一堆照片 这个就是什么 output 等一下它要输出的 output 等一下它要输出的 一样 AutoView 02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什么 照片的大小 你要判断一下你照片是要多大 多小 这个照片有多大 多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之前老师做完的 对不对? 你看 好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先做完的 你大概要知道 就是说 大概你想要的照片是多大 多小 你想要的照片 大概想想 我要照片是多大 多小 你心中要个底 你心中要一个底 然后呢 这个基本上呢 我会把它设为560 基本上我觉得560是我蛮喜欢的 560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什么 背景色 背景色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移动的时候 有没有 移动的时候 中间这个有个黑黑的 有没有 我移动的时候 这边有个黑黑的 对不对? 或者这个地方 移动的时候 中间有个黑黑的 有点看不到 这个背景 照片跟照片之间的背景 那个叫做背景色 那个基本上叫背景色 你可以自己调 然后Display Time 就是说 这一个 要是你把它按自动播放的话 它多久会跑一次 它多久会跑一次 6秒钟会跑一次 基本上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一张照片旁边有这个白白了 对不对? 这张照片旁边有白白的 有没有 照片旁边有白白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里 就是所谓frame 照片旁边的宽度是15 对不对? 然后一张照片跟一张照片中间的宽度呢 是20 那基本上我这个地方把它改成10就好了 也不用那么大 对不对? 然后照片的那个什么 旁边的白白的线呢 我把它改为5就好了 我个人的习惯 你可以自己踹看看 个人的习惯踹看看 有没有 然后frame就是有没有 照片旁边有没有白白的那个 白白的颜色 然后基本上 它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弄一弄 你可以调整一下560 然后时间 照片旁边那个 边框的宽度 还有照片跟照片中间的 中间的配顶距离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个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好了之后就按这个 你看就开始跑了 有没有 很快 它会自动跑 它基本上要在photoshop里面 就是要什么 运用photoshop的功能来处理 基本上你就会看到 有没有 它会自动跑出来 有没有 它会自动跑出来给你看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有没有 就开始跑了 这个地方就是有没有 这颜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背景色 有没有 然后这个白框 有没有 白框就是照片旁边的宽度 我们刚才宽度设多少 5pixel 然后这个是照片跟照片中间 有没有 这个叫胚顶 有没有 这个叫胚顶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frame 这个地方叫胚顶 这个地方是背景色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已经好了 它电脑自动跑开 让你知道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在往下做之前 我们还要理解一个小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各位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是什么 你移过来 你移过来 这个地方跑出了 就是照片的档案名字 其实不应该是照片的档案名字 而是我们对照片的图搜 对不对 这基本上是我们对照片的图搜 是比较好的 所以基本上呢 应该要怎么来处理呢 要怎么来处理图搜的问题呢 那各位可以来看 就是我们刚才在讲 那个资料夹 你看 嘿嘿嘿 通通跑进来了 跑一堆进来 有没有 跑一堆进来 跑一堆进来 然后呢 图搜的地方 它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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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打开呢 我们打开这个什么 nopay++ 没有 打开nopay++ 我们打开nopay++ 各位 这时候千万不要用 笔记本 记事本 我的 作业部里面 我的那个教学部落 有教你下载nopay++ 为什么 其实nopay++是谁 html 专用的什么 那个程式 专用的那个 软体 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让你打程式码的这个东西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 它不会预设是BIG5码 笔记本有时候预设只为BIG5码 反正呢 你在笔记本打中文呢 有时候上Flash会出问题 用nopay++打中文 在像在这种 AutoView这种需要 英国外国人写的东西 然后你打中文 可能会出现乱码状况的呢 你用nopay++ 基本上都可以减少这种问题 然后没关系 我们首先把这个地方拉过来 记住了用nopay++比较好 这不要用笔记本了 能改成nopay++ 就不要用笔记本 然后呢 有没有 这里Gallery GalleryXML 这个地方拉过来 直接拉过来 拉过来 它就打开了 有没有 这个嘛 Gallery.xml 就这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可以找一下 有没有 URL URL 还有什么 Caption Caption 有没有 这个Caption 这个地方 Caption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叫什么 图缩的地方 Caption就是图缩的地方 图缩 你看这个图缩是不是 档案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我们没时间了 好不好 你就让我用ABC就好 好不好 用ABC 一样Caption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写两个中文字好不好 写两个中文字 图缩 代表一下 先改两个就好 好不好 然后呢 把它什么 存档 OK 把它存档 好 把它存档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之前的这个东西叫开 有没有 把它重新reload一遍 把它重新reload一遍 看看 有没有ABC的 A变ABC的 有没有 图缩 变图缩了 有没有 已经改掉了 换句话说呢 在我们做好的时候呢 有两个动作要做 有两个动作要做 基本上呢 你要去把这个东西什么 Gallery的这个地方 我们再打开一遍 给各位同学看 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把它改成 把这个地方 Caption 好几个 每一张照片 都有一个Caption 有没有 这个Caption 把它改成 你要的字 这个地方基本上 就是图缩 基本上就是图缩 改完之后把它存档 那基本上 就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 很简单吧 那 再过来 我们要教的就是 如何 把这整个资料夹 各位 这整个资料夹 AutoView 要把这整个资料夹 放到FTP 放到FTP 然后再用Inframe 这一个语法 把它牵进去 你当然也可以放到Drawbox 没问题 道理都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教 如何 牵入的步骤 基本上很简单 你上锁过一次 很快你就什么都会了 好不好 我们 第二个部分 先教到这个地方 好 谢谢各位